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84星公布 美神卡池太香了 童话来了,5.0星角色风格大改 5.0到5.1卡池曝光 近战里法师来了 武女连发几爆卡池太香了 圆神,希巴拉克力会泄露 火神星服装 纳塔将开天空地图 纳塔肤色大节奏来了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有关提瓦特时尚秀的宣传图一来 属于是官方的二创活动了 迪西亚千枝还是蛮好看的 只是行秋这个脸和发际线 却是有些难崩 我秋这是惹了造型师吗 脸都扁了 而且我秋吹个 笛字洞销一类的更显气质吧 对于纳塔角色的肤色问题 没想到近期艾恩都下场 带原神肤色节奏了 安下场等于认可了 英配还挺会闹事 貌似之前也是派蒙英配格纳 找米哈游不找外包工作是要工资 而且乙方还要求齐甲方来了 头一次听说 不少玩家纷纷调侃说 有本事就罢工不配了 反正现在时间点 估计纳塔整个版本都配得差不多了 够换波新的了 甚至还有外网玩家都搞起来签名抵制了 现在就看米如何处理这波大的 还敢装死糊弄过去吗 有关纳塔地图方面 5.0开放的纳塔地图比前瞻 反片中展示的大一丢丢 面积和纬度与3月1日开放区域相近 目前只与千赫沙地接壤 南部海岸线部分不大 纳塔与须弥沙漠分别处在 贝海分隔的两块大陆上 新地图有13到15个地下洞穴 每个洞穴至多有4层 比起复杂的须弥沙漠洞穴 更像陈玉谷的情况 火山在西变位开放区域中 地图未来会向西与西北扩张 地下没有城市 但有巨大的庙宇 纳塔地图分为天上地上和地下同样的 天空也有分层地图 有内鬼透露火神石机服装 有没有可能不是这套 弗宁娜时装有黑白两个形态 期待一下火神时装 有另一套也不是完全不行 毕竟后出的比早出的美术资源多 待遇好也不奇怪 这个皮衣感觉和纳塔风格真的不搭 其他人都是原始部落风 就他一个穿这么现代 主要是印象中原神还从来没出现 过大轮廓没配件修饰的服装设计 即使优拉夜兰那种从头到脚 景深衣也有披风外套等装饰 然后是网传的西巴拉克利慧 只能说利慧好看 但是建模这色调感觉灾难极了 目前只有纳维利慧评价里出现个名字 几位内鬼透露说西巴拉克的强度在线 跟火神是士兔关系 形象是类似班尼特一样的小男孩体型 可惜跟平姥姥少女一样 在PV中被血藏了 预计会在5.4版本入池 感兴趣的玩家先期待一波吧 原神风单4.8卡池即将到来 新五星角色艾梅丽埃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除了4.8版本的相关内容外 后续5.0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也已经官宣 就纳塔5.0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纳塔5.0卡池 5.0卡池的三位新角色已经公布 分别是 马拉尼 基尼奇 卡奇纳 其中马拉尼是五星水系法系角色 就立会来看 马拉尼还是非常潮的 肤色虽然有点区别 但丝毫不影响角色的美感 相比其他角色 马拉尼的穿着算是比较少的啦 卡奇纳是四星岩系小萝莉 在设计上又萌又可爱 而说起马拉尼这个角色的定位 目前已知的是 马拉尼在夜魂状态下 是拿滑板派人 个人感觉的话有点抽象 但也非常的有趣 画面感十足 这战斗风格怕不是近战法师吧 这是第一个近战女法师要来了 反倒是五星角色基尼奇 四星卡奇纳并没有太多的消息 说起来藏的还是比较深的 至于后续的5.1卡池 据说会有三位新角色登场 其中两位五星角色分别是 岩系城女西诺宁 兵系城女恰斯卡 陪跑的新四星角色 貌似是伊安山 5.0-5.1卡池 五星女角色连发还是比较香的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随时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尼路 艾梅利埃 叶兰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除了新五星角色的登场外 有关于4.8卡池 陪跑四星角色的安排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4.8版本的更新维护预告 官方已经发布 其中提到了新活动 欢夏 邪龙 童话国 玩家参与活动后 便可获得起凉凉的新皮肤 还是非常香的 尼路的新皮肤 在折扣期间 是1350创始结晶 需要玩家购买 才能获得 值得一提的是 在4.8版本 还会有童话书的到来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4月8日 上半卡池陪跑 四星角色的安排 分别是 起凉凉 卡维 凝光这三位 起凉凉陪跑 算是意料之内的事情 没想到时隔这么久 卡维也终于迎来了陪跑 不知道的 还以为卡维已经被遗忘了 卡维终于落地 不过单看颜值的话 这期真就是美神卡池了 最后就是纳塔5.0卡池 三位新角色立会的官宣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5.0卡池的三位新角色分别是 马拉尼 基尼奇 卡奇纳 细心的旅行者们 应该也发现了 从5.0版本开始 连角色立会的风格都换了 说是大改也不为过 总的来说 风格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